针对这一段的无怨无悔的开示 我特别选了老师广海明月开示的479奖 479奖一起对照做学习 请播放 今天我们来学习四家合作入门 请大家把书翻到193页 看原文 要集中心力 第七 通达一切圣教无畏方便者 师谷应当一善一护 于其一切证言 结是一数取去成佛之缘所有道理 令其兼顾定解 诸献能修者 即当修习 诸献未能实尽职者 亦不应以自卫能去 而为阴相 即便弃舍 应做是私 愿于何时 于如是等 由去遮门 献修学耶 遂于其因 积极资粮 静置罪障 广发正愿 已是不久 渐渐增长 智慧能力 于比一切 稀能修学 善知是敦罢人 博君 以赞五等觉我尊者云 分别了之 因由 一身 十节 因这 所需增上力骨 将不将贪欲 转为道用 等不同之开者 而能之以 互不相为 一一互为 助办之四方道 摄持一切 闲密圣教者 为我师长 此语济世 极大可观察处 第八 此论开示 圣教无畏 故聚此种 殊胜者 由是因缘 以此教授 能设经咒 一切恶药 于一普特切罗 成佛道中 而正引导 故此具足 通达一切 圣教无畏殊胜 好 我们现在呢 一起来看 荣切的讲迹 所妙一下大使的 监著呢 讲到了第七课 就是第七通达 一切圣教无畏方便者 讲到如何 正德的方法 事故 因为这样的缘故呢 应该讲 显密二者 不相为 而作为羞耻 事故呢 应当一善一户 于其一切正言 结是一竖曲去成佛 支援所有道理 令其定解 我们去看看 善一户呢 就是指善知识 无论呢 是显教所说的也好 密教所说的也好 任何圣者之言 都是一束取去 成佛的支援 或者是成佛的方便 注意后面的一句话 沈不齐告就我们说 对此要坚固的了解 而生坚固信心 出现了两个坚固 坚固的了解 就是要广泛的学习经论 生坚固的信心 就反复的抉择之后 对哪一点生坚固的信心啊 无论是显教 还是密教的也好 都是一个友情 或者是成佛的支援 或者是成佛的方便 这是佛语没有一句是可以弃舍的 对此呢 要生起坚固的信心 坚固的定解 翻译了 翻译到194页 我们现在是讲羞耻呢 无论任何显秘之道 诸现能修者激荡修习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注意他那个 现能修者激荡修习 什么意思是说 是不管是自己的 能力啊 惠力啊 心量啊 条件 任何一方面 能修持的现在就要修持 注意这句啊 看能力 惠力 心量 还有条件 任何一方面 能修持的现在就要修 诸现未能 识尽职者 在修持当中 对于直接 应学的要学 应断的要断 禁止呢 就是指这个 如果现在没有能力 禁止的部分呢 下面一个道下一个 意不应 以自为能去而为 印象即便 其实不能以现在 学不来 修不出来作为理由呢 就去不学 不背 不修 说我没有这个能力 我不学这个 我没有这样的 会力 我没有这样的条件 等等 是不能这样说的 这里边呢 仁波切说不能这样说 但是呢 我们会不会这样想呢 我们心里边 有超多这样的想法 对不对 当我们遇到一些法类 应该特别夸张的是 对医治法 比如说 如果还不学的话 第一个道次第 都没有力气常办了 那以后的道次第 怎么办呢 那现在做不到 怎么办呢 就不要拒绝 这里边说 不学不背不修 就是这个拒绝的心态 那我们会觉得说 为什么要拒绝呢 因为我学不来嘛 因为我修不出来嘛 但是正因为修不出来 所以下面就 给出一个正确的道路 那修不出来怎么办呢 不是像我们那样的 放弃和拒绝 而是应做是私 愿于何时 于如是等 尽其所能 随自己的心量 又去这么现修学 怎么想呢 应该想 什么时候可以修持 所有的闲密之道呢 注意 当我们遇到 佛法 我们修不出来 也学不明白的时候 就应该马上想说 哎呀 什么时候我能够 修持这样的闲密之道呢 注意 他那个闲密之道 是一下子 发愿 发到成佛 所以任波切这里边说 要好好发愿 注意了吧 就是说 当遇到自己 没有条件 没有惠例 没有心量 什么都没有 这个时候呢 而我们遇到了 这样的教法 怎么办呢 好好发愿 再说一遍 好好发愿 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缘起 你不要去拒绝它 而应好好发愿 这是多么珍贵的教解 就是我们完全不会 虚度狭身 对于能修的 和不能够 现在修起来 我们都能够 对它造极一份 当下的因 它不会空过 比如说 遇到一件 特别美好的事情 你就说 哎呀 我 我有缘 但是我好像 做不出来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 你就对它发愿 接下来就是 应该想 什么时候可以修持 所有的闲密之道 想这个 就什么时候我能够 走进那种 我想象的圆满中呢 就先好好发愿 发愿反而要做什么呢 遂与其因 凡是任何一种羞耻 没有因 是没办法羞耻好的 那需要什么因呢 这个因 注意哦 积极自量 禁止罪障 后面那四个字 广 发 正 远 注意是 广发 正远 有没有看到 有个广字 然后发 愿前美国证 正远 这三个条件 积极自量 禁止罪障 广发正远 这三个条件 要立立的 净罪集资 好好地发愿 这非常重要 如果这样做了 下面就出现四个字 已是不久 很快的自己的智慧能力就会渐渐增强 也会获得一种 注意哦 这句话 也会获得一切佛菩萨的加持 这句话大家可以停一下 好好思考一下 如果我 积极自量 禁止罪障 然后广发正愿 已是不久 然后我的会力和能力就尽力增强了 任不及在这里边说 也会获得一切佛菩萨的加持 我要问大家说 为什么你会获得一切佛菩萨的加持呢 你们可以想各种答案 其中有一种答案肯定就是 因为你听上师的话 比如说这里边上师说 遇到不会的怎么办呢 就要做这三样 做这三样之后就是衣食教修 那善知世纪是十方诸佛的总具体 也会得到一切佛菩萨的加持 这样可以解释得通吧 如果得到一切佛菩萨的加持 那会不会渐渐增长智慧能力比一切 显密之道 悉能修学呢 都能修学 接着人墨切说 这是很重要的口诀 口诀 这是口诀 三个 口诀 口诀 这是口诀 而且是很重要的口诀 那我想问大家说 这一段经文学完了之后 这样粗粗的我们看一遍 前面也讲了 那我们会不会觉得说 人生是不是不为我绝境呢 放眼于人生的话 那人生为什么不会有绝境呢 因为无论过得去的过不去的 我们都可以用什么 记忆自量禁止最上光发正月 一时不久就能超越了 比如说生死 我们现在是超越不了 超越不了 老病死 爱别离这些东西 那我们一直努力的修学 一直努力的修学 从经济善知识开始 一定要把善知识 请进自己的心中 成为泄土路上 最亮的那盏灯 然后都跟着这个光亮去走 因为善知所引导的路呢 就是无上菩提之路 跟着到他让怎么转弯就怎么转弯 有时候我们撞墙 遇到一个巨石 爬不过去的时候 就这三样 记忆自量禁止最上光发正月 没有绝望的时候 没有放弃的时候 每一个当下呢 都可以努力 尤其是这一句 如果这样做了之后 很快的自己的智慧能力渐渐增加 然后也会获得一切佛菩萨的加持 在跟仁母切学习的过程中呢 仁母切其实非常强调 一定要得到佛菩萨的加持 而且比如说跟善知师去求什么法 也会注意到说领时欢喜 因为欢喜呢 就会得到加持 这里边宋大师告诉我们的一个方法 第二佛陀给我们讲的这个方法 如果我们好好努力的话呢 注意他是正愿嘛 广发正愿 如果我们的愿望是利他的 至少你也不害自己 也不害别人 这样的一个愿望 甚至立即又利他这样的愿望 那为什么这样的善愿不能实现呢 那如果实现了对自他都好 为什么这样的善愿 佛菩萨不加持我们呢 佛菩萨就希望一切众生都好 一切众生都没有痛苦 所以一旦我们的善愿 随顺着佛菩萨这样的心愿的时候 也随顺着自己的心愿 那为什么不能实现呢 而实现这个善愿最重要的就是 学习邪秘之道 去究竟的正的一切变质 令一切友情呢 都脱离痛苦 把一切友情的利苦得乐这件事呢 要试着试着 在想象中 喝担在自己的肩上 比如说我们现在 为什么会写 斯雅和日入门这一页 为什么此时此刻 我们在一起会学这一点 就是为了把一切友情的 利苦得乐这件事 想象着喝担自己的肩上 那你怎么去完成这件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呢 就要去具备那样的能力 而那样的能力就只有佛陀能具备 所以呢 就要成佛 成佛这个目标这么久远 目标这么大 一个凡福 好像根本承受不了这样的目标 会把它压垮 会压垮吗 还是会激发我们的斗志 看看所有的佛陀 是不是都从凡福 努力修成的 对不会的做不出来的怎么办呢 就是遂与其因 积极自粮 禁止罪障 光发正愿 然后会得到一切佛陀佛陀的加持 如果我们得到一切佛陀佛陀的加持的话 有什么善悦会成门不了 有什么善事 真的会完不成吗 大家可以不妨 沿着这样的方法 改变一下自己欲难则退 没有能力 没有会力 没有心量 都不敢想的习性 你大胆地去想 都敢去想成佛的目标 那其他的一切善行 为什么还做不到 为什么还不从第一个到此地 老老实实地起修呢 隆布希在这里边再三地强调说 这是重要的口诀 口诀 希望大家放在心上 这一段可以反复地学习一下 直到他在我们的心中 对境就会陷起来 成为自己的 对不对 好 前面在无怨无悔的开始里边 老实说 我自己也还有一个愿望 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想要跟大家一起 奉献给这个世界一种药 这个药必须用我们的汗水 还有泪水打造出来 是什么药呢 拜佛 那么如何让那些 非常非常可怜的 已经病了的 将药病的 或者病得很惨的人 他们能够信受 透过拜佛 至少让他的现身好一点 不要那么痛苦 心里会好一点 也有点闲暇 时间照善 就是我希望我们广大的出家人 还有广大的居士 精勤地拜佛 用我们本身修行的经验 给世人明示一条这样的路 就是拜佛 所以我们刚刚说过 包括拜佛 包括任何一个法 任何一种佛法 他能够在这个世界留下来 就是因为有人认真的行持他 用那个行持相应的业力 还有通过行持产生的 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强烈的这种需求心 用这个力量 把这个法留下来 也才能够介绍给世间其他的人 那这是我们 把法留下来的一个特征 就是依照三个四的教诫 我们要实践 而且自作教它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会碰到困难 碰到困难怎么办呢 老师在刚才的 广海明月的开始里面 就告诉我们说 比如说遇到一件 特别美好的事情 你就说 哎呀 我有缘 但是我好像做不出来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 你就对他发愿 接下来 就是应该想 什么时候 可以修持所有的显密之道 想这个 什么时候 我能够走进那种 我想象中的圆满呢 就先好好发愿 刚才在广海明月前面的开始 老师有讲 你遇到了这个很美好的 我有缘遇到了 但是我眼前好像做不到 还没得到它的时候 老师说怎么办 你要造一个不空过的因 对不对 就是你至少要发愿 好 我想得到它 好 你发这个愿 发这个西求 造这个业很重要 因为师长佛菩萨 本来就想给你 本来就想让你得到 好 如果你都没有西求心 他想给你 也给不了 那你有西求心呢 这个业造下去 他又一心想给你 那将来赶果的时候呢 你一定得到 所以注意哦 注意哦 所以当我们遇到 师长三宝 师长佛菩萨 显示的这些美好 你不要老是想说 哎呀 我差了十万八千里 不是这样想 以前常跟大家讲 这是老师讲过的 就是师长佛菩萨 他实现出 这样的功德跟事业 就是因为 这样的功德跟事业 最后在我的 无限生命里边 是可以实现的 他才做这样的实现 好 所以不要一想 就觉得 好像是跟我自己 差很远 正好反过来 你要发愿 至少你要发愿 我要得到它 因为他一心一意 也想给我 后面老是说 发愿完了 要做什么呢 遂以其因 凡是任何一种修持 没有因是没有办法修持好的 那需要什么因呢 这个因 注意哦 极其之良 禁至罪障 后面的四个字 广发正愿 注意 是广发正愿 有没有看到有个广字 然后发 愿前面有个正 正愿 这三个条件 极其之良 禁至罪障 广发正愿 这三个条件 要历历的 尽罪集资 好好的发愿 这非常重要 好 老师说 这非常重要 记得老师说 非常重要 所以你把它放到心上 好 对峙扭转以前那种 哎呀 我差远了 我根本不用想它 好 这种 这个阙诺的 完全是伤害自己的恶习 后面在 无怨误会里面 老师说 有的人到八十 还可以一天五百拜 这都是修行人啊 不管此生 能活多长 但至少没有病 可以做很多善业吧 传说达摩祖师 到了少林寺之后 僧人就开始 练少林拳 我们也曾练过几种拳 大家好像也没 继续坚持 所以后来就决定 我们就开始 专心的 大礼拜修行 那特别是现在 从最早 老师劝大家 要发愿 学完广论后面的子观 在刚开始讲 奢魔它之前 当时不是就有人 问老师说 老师希望我们 好好发愿 把子观学好 那我们要做的 前行准备是什么 那记不记得老师 说的前行准备是什么 拜三十五佛灿 对不对 那最近呢 我也常常看到老师 会做广大观想供养 供养很多花 然后做广大观想供养 也会点很多灯 老师有特别讲 就是说 如果希望自己 学习匹伯舍纳 能够没有障碍 积聚自己 学习匹伯舍纳的 资粮 老师说 多做观想供养 多供灯 灯是智慧光明 对不对 还有多拜三十五佛灿 这次老师最近 这个对弟子 很阴重的交代 希望大家真正 放在心上 后面在 广海明月里边 老师说 如果这样做了 下面就会出现四个字 以示不久 很快的自己的智慧能力 就会渐渐增强 也会获得一种 注意这句话 也会获得一切 佛菩萨的加持 这句话大家可以 停下来好好思考一下 如果我急激之良 尽至罪障 然后广发正愿 以示不久 然后我的会力和能力 就渐渐增强了 仁波界在这里边说 也会获得一切 佛菩萨的加持 其实加持是最重要的 加持是最重要的 我们在轮回当中 要能够一步一步往上走 一定要倚靠 师长佛菩萨 这个外来的加持的力量 才会让我们的生命 产生转变 所以你怎么样得到 这个加持呢 就是做那三句话 急激之良 尽至罪障 广发正愿 好 那结果是什么 以示不久 以前我还特别听 老师对这句话的消闻 是什么 以示不久 怎么解释呢 比你想象的快 比你想象的快 后面 在广海明月里边 老师说 我想问大家 为什么你会获得 一切佛菩萨的加持呢 你们可以想各种答案 其中有一种答案 肯定就是 因为你听上师的话 比如说 这里边上师说 遇到不会的 怎么办呢 就要做这三样 做这三样之后 就是 医师教修 那善之士 即是十方诸佛的总具体 你会得到一切 佛菩萨的加持 这样可以解释得通吧 因为 宗大师师父跟老师 都是告诉我们说 你在修行 你在学习 你碰到难点的时候呢 不是退却 是怎么样呢 广发正愿 极机之良 尽至罪障 你这样造的做 是医师教修 对不对 依照善之士的教界 去做的时候 善之士十方诸佛的总具体 你当然会得到 一切佛菩萨的加持 后面老师说 如果得到一切佛菩萨的加持 那会不会渐渐增长 智慧能力 与比一切显密之道 系能修学呢 都能修学 接着仁波切说 这是很重要的 口诀 口诀 这是口诀 三个哦 口诀 口诀 这是口诀 而且是很重要的口诀 就是 仁波切在这边反复强调 所以你可以相信 老师也一定会反复强调 就是什么 修学过程 碰到该修的 还没修起来的 遇到难的 不要怕 好 广发正愿 吉吉之良 禁止追障 一定会得到十方 一切诸佛菩萨的加持 这个时候呢 就会渐渐增长 智慧能力 与比一切心能修学 所以这三件事情 仁波切说是很重要的 口诀 口诀 重复三次 而且说是很重要的口诀 我问大家 这个很重要的口诀 你要用在什么地方 这个很重要的口诀 你要用在什么地方 今天你得到了一柄 西式的宝剑 好 你得到了 以前武侠小说里面说的 倚天剑啊 屠龙刀啊 你拿它来干什么 你拿它来干什么 切面包吗 不会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是得到了 这种殊胜的口诀 殊胜的这个利器的时候 你一定是拿它来完成 最难完成的任务 对不对 所以这个殊胜的口诀 一定要用在什么 成佛修行的路上不退 乃至于素极成佛的 修行路上不退 这个才是我们得到 这个珍贵的口诀的意义 后面老师说 注意 当我们遇到佛法 我们修不出来 也学不明白的时候 应该马上想 哎呀 什么时候 我能够修持这样的显密之道呢 注意 他那个显密之道 是一下子发愿 发到成佛 所以仁波切这里边说 要好好发愿 注意了吧 就是说 当遇到自己没有条件 没有慧力 没有心量 什么都没有的这个时候 而我们遇到了这样的叫法 怎么办呢 好好发愿 再说一遍 好好发愿 这点 这点非常重要 这点非常重要 你看老师用的形容词 什么都没有 的这个时候 你遇到了这么好的叫法 结果你觉得你什么条件都没有 还可以干嘛 好好发愿 老师后面说 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缘起 你不要拒绝它 而因好好发愿 这是多么珍贵的教戒 就是我们完全不会 虚度辖身 对于能修的 和不能够现在修起来的 我们都能够对它 造极一分当下的因 它不会空过 所以我记得有一次 老师在僧团也是课后开始 就是跟我们一起 正学完经慢论之后的课后开始 老师就说 你看看中科巴大师 好 年纪非常轻的时候 就辩学了 彻底的仔细的研究了 印度所有的祖师 对现观庄严论的 所有的注解 而且很清晰地 做了抉择跟辨析 然后最后再把它整理成 经慢论 好像完成经慢论的时候 应该是还不到三十岁 或者是三十岁出头 然后说 那大家想想看 因为那时候有很多 预科班的法师 大家都是从小出家 对不对 也都在学现观庄严论 好 那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们在场的法师都会想 我们有很多法师 不是从小出家 对不对 就算从小出家的 他的藏文辩论 学得比我好 可是他自己也会想说 我也快三十岁了 好像我也还没写出 金曼论 对不对 但是注意 老师让大家 他想中大师 那么年轻就把金曼论 写出来的功德 而且中大师还有一个 什么样的功德 他辩学写秘一切教法 都做了最清晰无误的整理 而且他是用 跟我们一样长的 短短的这个人寿当中 完成他的 那中大师为什么 做这样的视线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这是我们无限生命里面 有一生我们也可以做到 我们也可以像中大师一样 用短短的这一生人寿 完成一切显密教法的 修学跟抉择 还有彻底的证悟 所以中大师才做 这样的视线 对不对 所以当你看到中大师 这么辉煌的成就的时候 不是觉得 哎呀我差很远 想都不要想 正好反过来 就是老师这边讲的 好好发愿 这样的一个缘起 你不要拒绝他 好 你能够对他召集一分 当下的因 让他不要空过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任波缺就一直强调 这是口诀 这是口诀 后面老师在 光海明月里面讲 比如说生死 我们现在是超越不了 超越不了 老病死 爱别离这些东西 那么我们一直努力地修学 一直努力地修学 从清静善知识开始 一定要把善知识 请进自己的心中 成为泄渡路上 最亮的那盏灯 然后都跟着这个光亮去走 因为善知识 所引导的路 就是无上不离之路 跟着他 他让怎么转弯 就怎么转弯 比如说我们撞墙 遇到一个巨石 爬不过去的时候 就这三样 极机之良 尽至罪障 广发正愿 没有绝望的时候 没有放弃的时候 每个当下都可以努力 尤其是这一句话 如果这样做了之后 很快地自己的智慧能力 渐渐增长 然后也会获得一切佛菩萨的加持 这边就特别讲 好像老病死是超越不了的 但实际上呢 老实说 你一直努力修学 所谓的努力修学 一定有什么特征 你是不是按照道次第来做 所以第一步 把善知识引起到自己的心中 好 成为自己 卸托路上最亮的那盏灯 然后善知识 让我怎么修 我就怎么修 他让我怎么修 然后我碰到撞墙 碰到过不去的时候呢 就 就怎么样 极机之良 尽至罪障 广发正愿 好 这样就没有绝望的时候 每一个当下都可以努力 然后尤其是 仁波切后面的开始 如果这样做了之后 很快自己的智慧能力 渐渐增强 而且会获得 一切佛菩萨的加持 好 所以记得 当你觉得无能为力的时候 但是你开始广发正愿 极机之量 进行最长的时候 记得这时候什么 十方诸佛菩萨都在为你喝彩 不但喝彩 而且加持你 你当下就在积聚 非常殊胜的质量 这点很重要 后面老师就继续讲 这里边 宗大师告诉我们的那个方法 第二佛陀给我们讲的这个方法 如果我们好好努力的话 注意 它是正愿嘛 广发正愿 如果我们的愿望是立他的 至少你也不害自己 也不害别人 这样的一个愿望 甚至能立己 又立他这样的愿望 那为什么这样的善愿 不能实现呢 那如果实现了 对自他都好 为什么这样的善愿 佛菩萨不加持我们呢 佛菩萨就希望一切众生都好 一切众生都没有痛苦 所以一旦我们的善愿 随顺着佛菩萨 这样的心愿的时候 也随顺着自己的心愿 他为什么不能实现呢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心愿 就是佛菩萨的心愿 就是希望能够圆满的自立立他 那佛菩萨是不是一定加持 既然一定加持 他就一定可以实现 就这个特征 所以你只要确定 不是我做不做得到 你只要确定 这个善愿 是不是佛菩萨的心愿 是不是佛菩萨希望我做到的 那你不放弃 你会得到十方诸佛的加持 其实你会最后一定做到 然后后面老师说 实现这个善愿 圆满的自立立他 实现这个善愿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要学习显密之道 要究竟的正德一切变质 令一切友情都脱离痛苦 所以成佛圆满的自立立他 必须要辩学辩修 一切显密之道 把一切友情的离苦得乐 这件事情 要试着试着在想象中 喝丹在自己的肩上 比如说我们现在 为什么会学 释迦和珠入门这一页 为什么此时此刻 我们在一起会学这一点 就是为了把一切友情的 离苦得乐这件事情 想象着喝丹在自己的肩上 那么你怎么去完成这件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呢 就要去具备那样的能力 而那样的能力 就只有佛陀能具备 所以就要成佛 这以前常常跟大家讲 这个概念嘛 因为一切法无自信的关系 对不对 所以一切众生的希望 也不是从一切众生那方面 自放成立 他本来就有希望 一切众生的希望 是怎么建立 怎么安立起来的呢 就是我 我面对一切众生的我 我发誓要像佛弗萨一样 绝对不放弃众生 近未来就要把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的责任 扛在自己的肩上 这样一切众生 真正离苦得乐的希望 才能够建立 不是说离开我的誓愿 我的承担 然后一切众生的希望 自己可以从自放成立 不是这样子 然后这样的承担 只有佛才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一定要发愿成佛 好那这就是我们 今天要学习的 广海明月跟无怨无悔 对照学习的部分 我会发愿成佛强的部分 我会发愿成佛强的部分